这两天就是收到了 我正在等的一个正妆 就是到了 所以我就想说 好啦 这个护肤的视频不要再拖了 再拖东西总会越来越拖 所以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 久违了的 一直专门讲护肤的视频 你们觉得最近我的状态怎么样 但是今天这个眼皮还是有点重 对我要先说明一下 就是这么多产品 我不是说就一下子都在用 就是同时在用 很可能是说 过了这个冬天之后 我觉得这个面霜太厚了 然后就换了另一款面霜 在春夏用 或者是说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精华不够给力 然后我就换了另一款精华去用 所以就比较能区分得出 这个效果是用了这个产品 有的这个效果 而不是说前面这个产品 总的来说就是 我用的这些产品 就是会有一个时间上的间隔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很明确的区分得出 这样的一个效果是 用了这个产品 而不是那个产品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先跟大家说明这一点 对还有一点我要说一下 因为这次讲的产品都会比较多 有一些是我特别推荐的 有一些是我不怎么推荐的 所以这次我会在我的blog里面 就是每一个产品下面都用了一句话来概括它 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一个提示一个提醒 就是回想一下就视频里面说到的 不一定是都是推荐的 我不希望说有人跟着买之后觉得不好用 这样子 还有我希望今天能把amazon说对 不然每次都念作amazon 感觉我永远记不了我们家种了 话怎么这么多啊 还没开始 然后就是说有一些 因为我之前已经推荐过了 然后我就会说的比较快一点 然后有一些我不太推荐的东西 就是我用一句话就是带过 特别推荐的话我就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好我们下面开始 到了晚上肯定是要先卸妆啦 卸妆的话我现在比较常用的是 Farmacy这款卸妆膏 之前我也已经就是很强烈的推荐给大家过 这个话就是上脸油画的速度很快 质地一点都不厚 不闷 不腻 虽然它比较温和 但是它的清洁力度也很大 就是那种连kiss me的睫毛膏能卸掉99% 就是最后面只用再擦一下眼角这边就OK了 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我强烈推荐给大家一款卸妆膏 顺便再来说一下TATRA这款卸妆油 我是之前用的了 用了大半瓶吧 这个话它本身就是一个油的状态 然后上脸之后会有一个乳化的过程 但是它乳化的也很快 它使用的感觉也不闷 清洁力的话 我觉得卸一般的睫毛膏可能在90%左右 你用温水把它冲掉之后 就是会发现这个睫毛膏残留的还蛮多的 所以无论是从它的清爽度啊 还有清洁力度来说的话 我比较喜欢的是Farmacy这个卸妆膏 这个卸妆膏真的是轻轻松松 轻轻爽爽就把你的妆卸掉了 就是我很推荐它 接下来我还是会再用一个就是泡沫的解面 做最后一步的清洁 我基本上比较常用的是Codely的这款 这款的话我已经用了非常非常多年了 就是你压它 它出来的那个泡沫嘛 就是很绵密 而且也很细腻 基本上你就不用再发泡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清洁 然后洗洗洗这样子 我用了这么多年主要是觉得它就非常非常温和 就是你哪怕不小心进了眼睛也没有刺痛感 就你把它冲掉之后不紧绷 哪怕你在冬天用它洗完脸有一点都不紧绷 不干燥 然后也不会假滑 就是洗得很干净清爽的一个状态 这个牌子在一些樱桃的那个彩妆品上面买的话 便宜非常非常多 比美国这边便宜非常多 我之后会再讲到他们家一款精华的时候 再详细跟大家说 就晚上我基本上做完清洁工作之后 会用一些美容仪器 或者是开始做一些面膜 很偶尔的时候会用到这个 但是这个用起来实在太麻烦了 而且很久 所以我现在很懒得用它 然后我最近还新买了一个美容仪器 也是前几天到的 我还没开始用 就之后再给大家做一个 我在用的一些美容仪器的一个盘点跟总结 所以这支视频也是先不说这些美容仪器咯 不然会太长又臭又长 不论是我要用美容仪器也好 或者是做其他的面膜也好 我都会在鼻子这边 鼻翼这边 做那个清洁的面膜 然后下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在用的一些清洁面膜有五款 因为阿姨年纪大了 毛孔真的会变得很粗大 不是吓你们 真的年纪大了会越来越多的 这种皮肤上的问题 不过好在现在生物科技这么发达 我们都可以搞定它 就是这五款清洁面膜 然后我先一句话总结一下 他们的清洁力度 力度最大的是这个 Oroma Visa 因为我读这个产品名了 有没有在匈牙利的同学可以告诉我这个名字到底怎么念 因为我看很多欧美的博主也念的不太一样 Wait 我这次会把它念对 这个是Deep Cleansing Mask 就是深层的一个清洁的面膜 这瓶是Glam Glow 就是说是好莱坞明星都会用的一个牌子 这两款清洁面膜是这五款之中清洁力度最大的 就是它可以对付鼻头上的一些比较大一点的黑头 就是你敷完之后把它洗掉 觉得好像干净了好多 但是有一点清洁面膜这种东西 你要就是要不断的用它 就是要持续的用 然后才能达到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状态 这个牌子有些樱桃的网站 它时常会打折嘛 其实打折下来也还好啦 价格没有很贵 然后再说说第二高的 这个也是一种棗泥的面膜 基本上这种清洁面膜都跟那种泥啊 什么沼泽泥啊都有关系 这个也是 但是它推荐的方法是就是你敷完之后用纸擦掉 就是然后你再去冲它 就是不要直接冲它 这个的话清洁力度也还可以 就稍微比前面两款低一点点 对付一些中等大小的黑头 我说的中等是真的中等 我说的大的黑头是真的很大的黑头 就是肉眼可以很清晰的看得到的一种黑头 就是它也可以对付到中等大小的一些黑头 然后我还用了这款ISO 就是中文名叫ISO的这个 像牙膏一样的这个也是清洁面膜 但是它的清洁力度我觉得还蛮低的 就算是中等偏下吧 只能对付一些比较小一点的黑头 就是我不太推荐这款 因为前面讲的这些清洁面膜 都要敷上大概10分钟以上吧 然后我平时比较赶时间 比如说我早上起来 啊觉得今天的毛孔特别大 然后特别脏的话 就我还会快速的用这一款 它是DOTA JUMPED 这个牌子的 应该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这款的话应该也不是标准衣上的清洁面膜 因为它就是要你大概敷 只用三分钟它干掉之后 然后你混上水 就可以作为一个清洁乳来用 就不是一个标准衣上清洁面膜 所以这个的话它因为使用的时间比较短嘛 就可以算是一个紧急状态的一个清洁面膜 清洁力度的话算是中等偏下 但是可以硬得及这样子 这款的话它应该是有一个盒装的 就它应该是有三支的 但是我有一支应该是放在浴室里面 我来的找出来的 这三支颜色一个是粉泥吧 一个是绿泥 还有一个是黄泥 反正我忘记了 就用起来感觉都差不多啦 没什么区别 对讲完了我在这个鼻子这边一定会用到清洁面膜之后 然后我再来讲讲其他的面膜 片状的面膜 认真脸 认真脸 我目前心中No.1的片状面膜 就是这个 它也是DOTAJUT这个牌子的 非常非常好用 我以前也讲过但是没有详细讲 我要再推荐它一次 因为我最近用了SK2的片状面膜 我觉得都没有它来的好用 都没有它效果好 而且SK2的面膜17刀一片呢 就都没有这个来的好用 对我之前用它的时候我也拍过 就切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面膜质非常非常的薄 上脸非常非常的服贴 就可以紧贴你脸部的每一个区域 因为它的面膜质很薄很柔 很滑很软 整个状态上脸就非常非常舒服 对我要特别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买的是这个绿药片妆的 这些红药片什么的 是吗我也忘记了 缩毛孔效果的面膜 都没有这个绿药片的好 这个绿药片呢 就是既补水又镇定 然后又smoothing 又能平滑肌力的 它的效果是真的很补水 就是你敷到半个小时 面膜摘一下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脸无比的软 滑 顺滑 润 就是因为它有smoothing的功能嘛 所以我觉得它对一些小细纹 也有平滑的一个作用 效果可以持续到第二天 基本上我敷完它再上妆的话 那个效果真的好到爆了 好到爆了 就真的敷完之后脸的触感 真的像婴儿皮肤一样 超级推荐它 绿药片款的 绿药片款的哦 接下来我再讲三款水洗的面膜 第一款之前的视频 我已经详细讲过了 就是这个Fresh的 这个急救的面膜 就是一个对付暗沉的利器 就比较推荐给一些跟我一样经常失眠的人啊 或者是你不得不熬夜的人 因为你熬夜的话 你第二天起来你去照镜子 你要仔细观察你的脸 就会发现非常非常地暗 你的脸会非常非常地暗 特别是嘴巴这边 人中这边会有一圈黑的啊 或者是你觉得脸颊这边特别特别暗 就感觉整个人哇气色好差那样子 然后就可以用到这款面膜 就你把它敷五到十分钟这样子 你把它冲掉 就立刻能感受得到 右眼可以看到的透亮 皮肤就变得很透亮 这边暗沉的话就没有这么严重了 其实暗沉这种东西的话 如果你的观察力不是很强的话 你平时可能不太会发觉 就如果你的观察力没有这么好的话 你可以自拍 或者是拍照的时候 你放大看 如果你嘴角这边一圈黑的话 就说明你暗沉真的很严重了 有时候你照镜子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 然后第二款水洗面膜是 也是这个OLOMO VISA 这个名字真的哦 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把它念对了 这个的话它也是一个沼泽泥的面膜 但是它跟之前说的一些清洁面膜不太一样 因为它不仅仅有清洁的功能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它的紧致的效果 它的话一开始上脸也是一个比较湿润的 一个泥的一个状态 就在脸上 然后你把它留在脸上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之后 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变干 就是你在敷的过程中会很明显的感觉得到 它在就是拉紧你的脸 就是这样子提拉 有种提拉的感觉 因为它有一种紧致的效果嘛 就是会让脸的这个轮廓 特别特别的清晰出来 就是对去水肿 然后紧致非常有效的一个面膜 基本上现在是我的一个浮肿的救星吧 因为我现在非常非常容易水肿 因为可能进了三十之后 这个代谢真的会慢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容易水肿 我每天的脸型都有点不太一样的 如果我那天脸特别特别肿的话 会很像猪头 然后脸很圆很圆 完全看不到弧线 但是如果我不服肿的话 就是脸的轮廓就会特别特别明显 接下来就是这个Summer Fridays这款面膜 上支视频也详细讲过 它就是一个紧急的补水啊 稍微有点提亮的一个面膜 好这个我们先快速的略过 因为那天录太久了 所以我就没有讲完 然后今天的话就继续把之前没有讲到的讲一下 基本上我也不是每天都会做面膜啦 就是看当时的一个状态 哇我觉得我今天状态好好 洗完脸之后面膜之后 我就会进入一个护肤的程序 然后一开始就是用这个SK2这个神仙水 这个话感觉不用我多说了 就是先调理好这个角质 也很能改善皮肤的水油平衡吧 就我虽然是干皮 但是平时春天夏天的话 我额头这边还是会经常出油的 用了它之后那种很过分的油光 就基本上没有了 所以这个神仙水应该混油的同学会更喜欢 它的话就是调理角质嘛 然后会让后续用的护肤品会洗手的更好 效果也更明显 用它的话第二天起来我也觉得皮肤会非常的透亮 就是会有一个健康的状态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停用一段时间 跟用的时候比那个肌肤的状态 就是会有差别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效果 之后我就会开始用精华了 然后我现在主要用的一个抗老的精华是这个3Lab 这个牌子应该是美国一个生物学家创立的一个牌子 然后我大概是两三年前知道很多就是好莱坞的明星都用这个牌子 然后我就一直一直想要试它 今年的话我就试到了他们家两款产品 我都很喜欢 现在就先来讲一下这款精华 他们家主要是做一些抗老的产品的 但是也会分不同的level 就是比如说你就比如说就是初步抗老的产品 然后到抗老的产品 然后到高度抗老的产品 到顶级抗老的产品 基本上就会进入到熟龄机 比如说26岁之后 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对应的 就使用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现在用的这个是H Serum 这个的话应该是第二阶段抗老的一个产品了 因为是抗老产品吧 你们懂的就是会价格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但是因为平时很多那种什么樱桃网站啊 什么经常搞活动什么七折八折的 其实打下来我觉得还好啦 就还好啦 而且效果跟价格是成正比的 这款精华质地会比较有流动性一点点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会吸收的很快 就基本上是拍进皮肤之后 它就咻咻咻 就立刻的就吸收掉了 然后立刻你就能感觉到皮肤变得更细 软就是很嫩很滑 就是那个触感就会很好 它的功效是会补水 然后是提高肌肤的纹理 就是肌肤的纹理就是说会让皮肤更平滑 更光滑更细腻 对它还有一点紧致的效果 也稍微能去一点细纹 然后还可以就是让皮肤透亮 应该来说就是各个方面都会有效果的一个 综合能力很高的一款精华了 所以基本上我现在主要用的精华就是它 再来说一下两款都是跟紧致有关的精华 然后这款也是那个HOMOA VISA 就是那个Shirley那个牌子的一个 Firming的一个精华 这款的话我之前的视频已经详细说过了 它就是用一种什么技术 把精就是变成一种液态的形状 精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用在护肤品里面都是会有一个紧致的一个功效的 我觉得它就是一开始用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 就素一下就是让你的脸就特别紧致的感觉 然后你长期用下来就是感觉 难道这个精华也有瓶颈期吗 就好像慢慢的这个紧致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而且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你先用了这款精华 然后后续会用美容油按摩的话 那会搓泥的就是会搓出 就是会搓泥 你们应该知道搓泥什么意思吧 因为有些护肤品它的成分问题就是会 就会搓出像是一种血状的东西 就是会搓泥 这款精华的话就比较适合一些 就想要马上有一个紧致效果的人 因为我现在用到半瓶嘛 我觉得它效果就开始没有那么明显了 然后又会搓泥 所以冬天的时候我又试了这款 切儿式的 它是一个lifting的精华 就是提拉的一个精华也是跟紧致有关的 这款精华的话 它不仅会稍微有一点点紧致功能 但是它紧致效果没有这个好 毕竟价位在那里 这个话就是稍微会有一点点紧致功能 然后同时会有缩小毛孔的一个功效 切儿式这瓶精华就比较适合一个 刚刚进入熟龄级状态的人 就比如说你进了26岁以后 你觉得你的皮肤就稍微有点松弛啊 或者是紧致力度不够了 那你就可以开始用它了 价位也不高 就比较适合一些刚进入熟龄级的朋友们 我用完一个主要的抗老精华之后 然后我会再针对一些皮肤的问题局部用一些精华 我之前不是说我因为睡觉有问题嘛 然后经常失眠的话就是暗沉会很严重 当然那款fresh的面膜不可能说就天天用 所以我就试了一些就是可以radiant 就是luminous的精华 我用到的去暗沉还有均匀肤色 效果最最突出了 就是这个cordly的radiant精华 这款精华就是我之前说它正装刚刚到的那款精华 我之前是用到这个中药 我用到第二天立刻就能看到这个暗沉改善了非常非常多 就给你们看我最近的这个妆前的一个状态 我用到现在这个中药我用到一半了 连我眼皮上面的一些色块不均还有暗沉都已经清掉了 好神奇好厉害 然后真的会有一个radiant的一个效果 对竟然说到radiant就是我顺便说一下我一直以来对好皮肤的一种看法 因为之前有妹子在微博问我怎么美白嘛 但我其实我这个人就没有太care白不白这种东西 可能follow我很久的同学就会比较清楚 因为我曾经还在视频里面把自己涂黑过 当然涂黑只是为了好玩也不提倡了 就是说我想试一下把自己涂黑看看效果怎么样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一个好皮肤跟白度没有关系 就是你去观察周围的人好皮肤真的跟你白不白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人哇他整个人的皮肤的细腻程度啊 还有光泽感啊你就会觉得哇他这个人有很好很好的皮肤 很细很滑很嫩的皮肤跟他白不白没什么关系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英文里面有一个单词叫pile skin 就是就是形容一种很苍白的不健康的皮肤就叫pile skin 对然后我们中文里面也常常形容一个生病的人说啊你看起来好苍白 好苍白应该是在生病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觉得与其说你去追求一些不自然不健康的白度 就不如把重点放在怎么样提高皮肤的细腻程度 提高它的透亮程度 然后让皮肤看起来就是很有神采很有光泽 就是会看起来是一个好皮肤健康的皮肤 就是说要透亮嘛 就你可以看一些护肤品的一些英文原名 它都不会说是叫whiten 就是变白什么的 基本上都会叫什么radiance啊或者是luminous啊或者是brighton 都是这样的一个用词 如果你也有留意一些大牌的护肤品 它在一些官网上的一些功效的简介的时候 它也是用词是会让你的皮肤radiance 然后或者是luminous 就是这样的一个用词 就是会有光泽 会有光彩 就不说英文了 就是我们中文形容一个人状态很好的时候也会说 哇你整个人光彩照人 就是皮肤很透亮很有光彩 而且很多这种欧美的护肤品进到亚洲市场之后 为了迎合这个市场需求啊 都会翻译成亮白 亮白 所以啊就是一样的概念啊 只要让你的皮肤透亮啊 就会给很健康很白皙很清透的一个皮肤状态 就觉得你这个人皮肤很好了 包括我讲的这款就是暗沉的天底精华 它也叫radiance精华 这个基本上就是cordly的明星产品了 我真的用到这个中样之后真的相见很完整 差一点忘记说补充说一下这个cordly这个牌子 在一些樱桃的网站上比美国买便宜非常多 像这个radiance这个精华 在美国买好像是80刀吧 然后我在樱桃的一些彩妆品往站上买的话 好像才40几刀吧 就这瓶精华40几刀 而且效果这么明显这么好 所以我就超级超级推荐这个cordly的精华给大家 之前我不是说我为了对付暗沉试了一些精华吗 我也试到这个cordly这个精华 应该是他们家的也是一个王牌精华了 叫good dreams 这款的话它也是说会给你一个radiance younger looking的皮肤状态 也是一个radiance的一个产品 就是会去暗沉 让你发光的一个产品 这个的话的确头几次用 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就是这边的暗沉也可以去掉 也是可以改善暗沉的程度 然后这个让皮肤热一点 但是这款精华一涂上脸 我觉得有点刺激 哪怕我不是一个敏感肌的人 但是我都会感觉到它有点辣辣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 这个sanday riley的这一款 还是不要试了我觉得 用完精华之后 接下来就会用眼霜了 我现在晚上会先用这款 确实的眼部精华 然后再用这款omowa visa的 这个蓝钻的眼霜 然后我再顺便讲一下 我今年试到的一些眼霜 在这个之前我要先讲一点 就是如何去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眼部状态眼霜 我要先说一下就是很多人会把黑眼圈跟眼带混搅在一起 眼带 眼带 之所以叫眼带 就是它是带状的 就是会backing backing是什么呢 就是会膨胀 就是会有一种立体的带状的感觉 那个才叫眼带 然后黑眼圈的话就是黑的一圈啊 它叫黑眼圈 就是无论你的黑眼圈的圈有多大 只要它不backing 就是不会有带状感 就是不会有膨胀感 那它就只是黑眼圈不是眼带 然后就是一点 就有些人的眼部状态它虽然不backing 但是它是会有点凹的 不是这边会有点凹的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泪沟 所以这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泪沟 你先去搞清楚你的眼部状态 然后你再来选眼霜 下面就开始说我今年又用到的一些眼霜 我应该是一个 我应该可能是用的眼霜最多的博主了 然后应该for了我很久的人都知道 我的眼带是怎么去掉的 就是用了这个 OMOIZA的蓝钻眼霜 如果你是新来的同学 你可以去翻我16年的化妆视频 16年的 就大家可以看到我眼部的一个状态 跟今年的对比 就是完完全全不backing了 没有带状感了 靠的就是这个蓝钻眼霜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真的 我之前也有一支视频详细说过它了 我用到现在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用到第二瓶的一半 眼睛就基本上不怎么backing了 所以我就一直说啊 你一定要相信现在的生物技术 现在的生物技术 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你的皮肤的问题 真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皮肤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 只是因为你没有试到有用的产品而已 真的 大家要相信现在的生物科技 我用下主要是觉得它对眼带的收缩就是比较有效 然后再稍微有一点点去闻的功效 但是我觉得它去黑的力度不够大 所以我在这个眼霜之前 我会再用一款这个契视的金黄 它就是一个eye brightening的一个眼部的金黄 而且它不仅仅有去黑的功效 我觉得很明显的是它可以去闻 就是去眼角这边的闻 这款眼部金黄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了 如果你有黑眼圈 然后又有点细纹的话 那就选择它 然后我再来讲两款我也比较喜欢的眼霜 就是我用到他们家的第二款产品 它是一个眼霜 然后它的质地就是你看起来它是有点固态的 就是还蛮硬的那种质地嘛 但是其实它的触感就是很柔软的 然后眼窄性也非常非常好 你只需要一点点 然后就能抹整个眼圈的部位 然后它会稍微去黑 然后稍微收紧眼带 然后稍微去闻 滋润 也是一款综合能力比较强的眼霜 就如果说你有一点点眼带 然后又有一点点黑眼圈 然后有点细纹的话 那你就用这款眼霜 接下来这款眼霜是滋生堂的这款 这款的话它就主打这个细纹的 去闻的了 它的话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 基本上也是用一点点延展性就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滋润功能可以持续一整天 一整天 就是可以滋润眼下这个区域一整天 都不会让你有干闻 所以我一般是早上的时候用这两款 但是会根据情况啊 如果那天我睡得不够好 我就会用比较全的这款 它见效也非常非常快 如果是大冬天 眼部状态非常非常干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款 这款眼霜的话除了一个它非常滋润以外 它还可以去闻 就是眼部这个细闻 不过总的来说就是要把脚睡好 才是最重要的 就睡觉很重要啊 就是对皮肤的更新啊 胶原蛋白的产生啊 都是在睡觉的时候进行的 所以我虽然就是用了这么多眼霜 我还是会努力把脚睡好 这才是第一位的 然后再对付一些小细纹 像我这边就是在法令纹 这边有稍微有一点点纹了 我作为一个干皮 斗争的干纹这么多年以来 觉得最难对付的一种纹 其实是薄纹 我是从去年冬天过来 突然发现自己的薄纹变得好严重了 然后才想说不行了 我要专门用去纹的产品了 只有能对付薄纹的产品 才是真正厉害的去纹产品 然后我就用到这个 这个牌子是Chi Vating 不知道中文名是什么 这款精华它就是专门去纹的一款精华 然后我会抹在脖子 然后法令纹这边抬头纹这边 基本上就是抹到第二次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小细纹 基本上已经淡掉了 所以这款去纹精华还是蛮厉害的 然后我也试了一些颈霜吧 也试了这个 也是Omora Visa的颈霜 这个不好用 不推荐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颈致的效果 基本上没有什么去纹的功效 对于它的价位来说 我觉得一点都不值 所以这款颈霜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大家记住我不推荐 今天就只讲这两款面霜了 因为我怕的太长了 这款Revive的面霜 我买的是这个Supreme的 Supreme的一个版本 就是专门为干皮准备的一个版本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厚 质地相当的厚 我都是在冬天的时候用它 然后到春夏之后 我就换了Lamia这款面霜 它是一个Sup Cream 就是它已经是一个Soft的一个状态了 就它是软的 就它整个面霜的质地已经是软的 就你不用再去软化它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涂上脸 它的质地就是很软很细腻的一个状态 然后皮肤能吸收的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到晚上现在用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敷很厚的一层 就哪怕我敷的很厚 也会有一种很油腻的感觉 就是很清爽的一个质地 然后很适合春夏的时候用 这款的话它的效果 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 regenerate的一个状态 就是能让皮肤就是新生的一种功效 第二天起来就是会感觉皮肤比较嫩啊 比较滑啊 就是一种新生皮肤的状态了 有时候我睡得比较好的时候 会脸色特别红润 但是这款面霜的话 我觉得对去细纹的功效不是很明显 因为它就是促进皮肤新生的嘛 所以它可以稍微淡化一下痘印啊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些老龄化的肌肤才可以用 然后我再来讲这款面霜 这款的话它就质地非常非常的厚 真的非常非常的厚 就压得很实的 你们看 就如果我是春夏这段时间用的哦 只用一点点 然后它就真的非常非常rich 就是延展性就非常非常好 你可以推掉半张脸 就是一款质地很厚的一款面霜 如果你是沙漠皮的话 我估计春夏你用这款还是OK的 这款面霜它有一个普通的版本 这款面霜它也是主打一个Renew的一个效果 就是也是让皮肤再生 就更新的一个效果 它的话就是滋润 就是让皮肤Renew 就是会让皮肤软 细滑 然后会淡一些斑啊 也是会淡一些痘印啊 然后还可以去纹 我觉得它也是能对付一些小细纹的 然后这款面霜就是综合能力比较高的一款面霜了 然后就到早上一个护肤的程序了 然后我一般早上只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就是消肿消肿消肿 然后第二个就是补水补水滋润滋润 就是做一个妆前的准备 首先是清洁 然后就是用Corda这个清洁泡沫 早上用的化妆水 我一般是用了这个牌子的 我现在拿的是薰衣草的 它那个玫瑰的 我也有没有翻出来 都挺好用的 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补水的功能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很天然的开架的一个牌子 一瓶大概就是10刀左右 我用了蛮多年了 就是它有基础的补水功能 然后这个薰衣草的 它有点镇定的感觉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就会去做那个 我们Visa的简直面膜 然后时间再不多的话 我就会用New Face这个消肿 因为它只要几分钟嘛 如果实实在在也没有时间的话 因为我的人生 然后我就会用这个精华 这个是胶韵式的精华 这个我用了好多好多年 应该是14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了 然后我最近也是刚好 又用完了一瓶 然后又用第二瓶 这个的话就是消肿 效果还蛮明显的 特别是我会用在这个眼皮上面 就是会消肿的比较快 我之前不是说过我25岁之前 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脸 可以V字吗 就是完完全全是一张圆脸 然后我一直以为自己是baby fat 后来我就是用到这款精华 我才知道哦 原来那不是baby fat 那是浮肿 真的妹子们 就是要消肿 消肿了之后 脸哦 真的小好多 小了好多 我以前真的肿了像个猪头一样 我一直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圆脸 然后就是消肿之后 就是包括你们看今天 就是我今天脸一点都不肿 就是整个轮廓就瘦了非常多 所以基本上这么多年下来 我一直保持了买它的习惯 以前我还没有用这种美容棒的时候 就是我抹上之后还会用脸去做一些massage 就是做一些按摩 现在的话我就是把它涂上之后 就吃早餐的时候啊 在这边卤啊卤 就在这边磨啊磨啊 擦擦擦推啊推 然后浮肿状态就会好很多 这个应该就陪伴了我四五年的东西了 下完肿之后就是为ready for这个化妆了 现在是春夏嘛 我还在用TATRA这瓶美容油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清爽 就我现在春夏用 就我现在春夏用完全OK的 然后一点都不厚 清爽 质地很清爽 很润 就是皮肤吸收了之后 它就是一个很干爽的状态 就完全不会让后续的化妆 有任何的负担 然后就吸收得很快 而且我觉得它会稍微平滑一些小细纹 所以有时候晚上也会用在脖子这边 这次视频感觉成品会突破30分钟 不管怎么样终于完成了一项大任务了 然后以后的话再用到的话 就是陆陆续续的这样子讲了 就不用再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了 然后最近我睡得蛮好的 之后会陆陆续续会不停的更新 下支应该会跟大家讲一下 我最近买的一些彩妆啊 什么的 我都想好了 好YouTube的同学 可以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 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了 好B站的同学就帮忙收藏吧 好就先这样 好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拜拜